你可以回到你的桌面上 按右鍵 有一個叫顯示設定 你把它按一下 那你會發現 我的跟你的有點不一樣 你先看一下 在桌面的空白的地方按滑鼠右鍵 顯示設定 因為各位 我剛剛提過 現在不是只有上課 有機會的話你自己 的這個學習的環境你可以把它變雙螢幕的 這樣真的比較有效率 你看你不覺得老師 上課我都用雙螢幕嗎 對不對我一邊可以看到你 好你看到來來來這裡 你叫我你看我這樣 我有沒有雙螢幕跟你不一樣 對不對 兩個畫面是不是顯示不同的 這樣 那 像這樣子你要用的話呢來我做一次給你看 你們現在預設的話 預設的話是一樣的 好那你可以把它 其實有一個快速鍵你可以記啦 就是你看鍵盤上不是有一個Windows的按鍵嗎 有沒有 應該我們這邊左下跟右下都有 微軟Logo那一個 按住之後 加上鍵盤上的P 加上鍵盤上的P 好你可以看一下 加上鍵盤上的P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你們現在的 你們看得到這個畫面嗎 看得到了 有沒有 你們的是同步顯示對不對 你把它換成延伸就好 這樣會不會 你把它換成延伸 這個時候呢你就跟我一樣變成兩個囉 像這樣兩個 來你先試看看 那你就自由了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感覺你桌面變大了 我就可以自由的把這個你看我把這個螢幕拉到這裡來有沒有 或者我要把這個螢幕拉到這邊 有沒有都可以翻過來的 你就自由了 那我怎麼知道到底是哪一顆螢幕 來 你要會按這個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識別 你把它按一下你看你的螢幕的左下角 有沒有看到螢幕左下角上面會有號碼出來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的螢幕 不同邊 什麼叫不同邊 你看喔 如果我的 我現在 這一台 你現在看到老師廣播的這一台是2 然後呢 旁邊這一台 旁邊這一台是1 有沒有 那如果弄錯了 會有一個情形 如果我的這個是2 這個是1 那你滑鼠本來應該是從這邊 我本來 我現在右手邊是2嘛 所以我操作很順 我要拿我左手邊的東西 你看我拿我的水壺 我是變我的左手拿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兩個剛好顛倒 你變成滑鼠要過去過不去 你要從右邊才會跑到左邊 那怎麼辦 來 按著它 拉過來就好了這樣會嗎 有沒有 那 你的 螢幕是可以交換的喔 那你說 我們家比較豪華 我要用垂直的 你就放在上面 這樣了解吧 那萬一你兩顆螢幕不一樣大可不可以 也可以 比如說我有一個螢幕比較小 那我就稍微拉高一點點 這樣也OK 就是它在動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有一個角度 這樣過去 往右上角這樣過去 這樣了解嗎 所以 這個 只要你確認了 你就按套用 那麼你的 就會生效了 這樣了不了解 好這是第一個 這樣你在操作上 就有比較大的空間 所以比如說 像我自己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最常用的就是像這樣子 啊同學有問題 是不是就 我就要拉過來 那沒問題我就把它拉過去 像這樣 那 這裡還有一個建議大家你要用一下就是 跟我們下面工作列有關係 下面的工作列這裡 各位 你現在看一下你的螢幕的下方 你有沒有發現你螢幕的下方 現在 這個工作列他說顯示的是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發現 比如說你開幾個應用層次起來好了 你開幾個網頁啦 還有打開我們的 Adobe的軟體也好 都沒有關係 你會在這裡的工作列看到 在左手邊 就是第二個螢幕下面 是不是也會看到 有沒有 兩個是不是同步的 可是兩個同步的比較不好用 為什麼 因為兩個同步的時候 我搞不清楚哪一個應用程式開在哪邊 比如說你看我像 像我的就不會 你看我這個拉過來 這是我們的Teams 你看我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在這邊Teams才會出現 可是我把他拉過去另外一個螢幕 你看一下 我拉過來這個螢幕 有沒有發現我在這裡就不見了 這裡就沒有了 他事實上是跑到另外一顆螢幕 另外一顆螢幕這邊啦 所以如果你希望這樣子麻煩你 把他往下捲動 往下捲動 就是在這裡來看一下 你看 欸 不是在這邊 你在下面這個工作列按右鍵 在下面這裡 有一個叫做工作列設定 這個地方 在工作列上面按一下 工作列設定 好 你往下捲動 就是在這裡 就是在這裡 工作列 工作列 這裡的選項 預設是所有工作列 請你把它換在視窗開啟的工作列 也就是說你視窗開在哪一個螢幕 就在那個螢幕顯示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搞得比較清楚 不然有時候你在找的時候 我會怎麼樣 會混淆啊 我以為開在這裡 結果開在另外一邊 這樣 這樣了不了解的 好所以你現在呢 把螢幕 就是視窗拖到哪一邊 他就會在那一邊去顯示出來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 可以齁 這樣子 我在操作的時候 我在操作這些的時候 你就比較容易 去理解 好 OK囉 好這個 雙螢幕的使用 你會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快速鍵也有一個地方可以用啦 你看 如果我的那個 這個螢幕要拉過來 或我要拉過去 我們平常不是用滑鼠嗎 請問有沒有快速鍵 有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偷偷試一下 你看 我現在 我沒有用滑鼠喔 有沒有 我的右手是舉起來的喔 我用鍵盤 來看一下 在這裡 換你家 你有感覺到 上我的課最大好處是 老師的鏡頭都很多嗎 這樣有看到的嗎 我按哪個按鍵有看到嗎 這個 看一下喔 這個有沒有 這是微軟Logo 加Shift 然後加左右方向鍵就好 你看我兩個先按住 這兩個我按住了 我按 我如果要把這個視窗我就 點到他 按 左邊 有沒有就跳過去了 按右邊 就跳回來了 這樣會嗎 了解齁 在這邊 這邊 這兩個 加左邊跟右邊 就Windows的 這個符號 加上Shift 有一點 所以有一些小技巧你稍微注意一下 你會發現這樣 對各位提升工作效率就很有幫助 像你們的那個兩台的解析度就不一樣 解析度不一樣 那所以說他的大小的位置可能就會差一點點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所以 稍微了解一下 這樣子 如果未來你想要 有雙螢幕的話 我是蠻鼓勵大家可以 入手 因為 最近比較不景氣有沒有 你會發現螢幕突然變便宜 就是不是最新款的那一種 就是一般的那些螢幕啊 現在 你大概2000多 就可以買到24吋了 對啊 最近 就是那個規格不是最新的啦 就是 大概就HDMI 跟VGA 那個規格的 你如果要到Type-C規格的可能就要 五六千塊以上 但是 你21吋或19吋的 也有那個大概快2000塊就可以買到 所以 甚至你家裡面有其他不用的就寄來用一下 對不對 一樣可以用 所以螢幕也不要浪費 剛好最近是比較便宜啦 因為 真的 他們庫存太多 庫存比較多一點 所以 這個 有差 好 這個部分這樣 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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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